撤回送中逃犯條例 拒絕一宗和平協議 我們撐香港 撐香港 賀中央加油 一國兩制就是以一國之名行帝國之實 以民族之名行殖民之治 以一國之名行帝國之實 以民族之名行殖民之治 中國要一國兩制殖民香港侵略台灣 這不是帝國主義 什麼才是帝國主義 我們抵抗 所以我們存在 今天 明天 後天 只要帝國壓迫存在一天 我們就都是香港人 用我們所享有的所有自由的工具 告訴全世界 台灣人跟香港人在一起好不好 拜託各位 明年也是我們關鍵的一年 我們拒絕兩岸和平協議 拒絕一宗框架底下的任何協議 我們深遠香港 反斷雙中 你想當中國人嗎 你想繼續面對這樣子的迫害嗎 如果我們不想 未來 我們很清楚 明年一月的總統大選 我們不要選出台灣的林鄭月娥好不好 好 我們大家一起再把手舉起來 台灣沈香港 團結反送中 台灣沈香港 台灣沈香港 團結反送中 安姐 凡姐 凡宋中 安姐 凡宋中 蔡英文總統看到反送中的場景 她有感而發說 台灣唯有此刻要團結在一起 台灣真的沒有任何選擇 唯有團結意圖 而面對香港的情勢 台港唯有連手的對抗嗎 怎麼面臨這樣一個局勢 有積極的作為嗎 來 洪生老師怎麼看 其實從2014年太陽花運動 跟香港的雨傘運動 台灣 香港 兩地的年輕人 跟只有團體 學者 包括今天文道雄也在這邊 其實大家都已經建立了 很好的合作 溝通 經驗分享的關係 那個情誼不是一天兩天的 不是今天突然發生這個事情以後 你站出來聲援它 而是從2014年開始以後 其實兩邊就不斷的 在交流 他們來台灣這邊聲援太陽花運動 雨傘革命的時候 我們也過去香港那邊聲援他們 那甚至他們後來在整個香港立法局 或者是他們那邊行政區長官 要求要普選這樣子的運動當中 台灣都是不斷在聲援的 那在這樣子的背景下面呢 事實上不管像之鋒也好 或者是貫衝也好 其實過去這幾年來 包括我們進入立法院以後 我們都一直維持這樣子的聯繫關係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當初整個反送中條例出來的時候 那我們也一直在立法院呢 從今年2月開始3月開始持續的關注這件事情 那他們後來 香港會的議員他們也到台灣來 拜訪各個黨團 那希望能夠對這個事情 我們這邊能夠有比較好的因應 因為老實講我們第一時間 我們的法務部兩岸司的司長 對這個事情的回應 並不是那麼恰當 那當然後來知道事情很嚴重了以後 馬上更正正確的立場 就值得肯定的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最起碼 我們的台灣政府展現了一個 非常正確的態度 就是不要讓香港政府移轉交定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討論的是 有關於刑事正義的問題的話 犯罪的人必須要得到制裁 這件事情沒有人反對 但問題是說 你說台灣跟香港 比起之前簽司法互助協議 然後兩邊對於彼此的司法制度有信任 這個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今天大家擔心的是什麼 大家擔心的事情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們那邊的法治基礎 根本就很糟糕 他們那邊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司法獨立 甚至習近平還糟告全世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需要西方社會所謂的 司法獨立 他們要的是黨可以控制的司法 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有這麼多的台灣人 包括中國的維權人士 包括了李明哲 在中國那邊莫名其妙的喪失了人身自由 這對香港這件事情有多重要 剛剛小君姐提到說 香港過去這幾十年經濟發展 非常的亮眼成為世界金融中心 不要忘了一個是 英國政府雖然把香港當作殖民地 但是英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他們的rule of law的觀念非常的重 所以他幫香港打造了一個真正獨立的司法制度 過去這一二十年 你只要每次亞洲 世界各國司法獨立表現 前兩年不是香港 就是新加坡 那這樣子的制度 讓外國人在那邊投資有信心 那因此過去英國殖民的時候 香港沒有民主 但是它有法治 但是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手上了以後 本來相信所謂一國兩制的神話 那這個神話逐漸的破滅了以後 他們發現 本來承諾要給的民主 是騙局一場 連他們自己的法治都被侵蝕了 那從剛剛傑民兄的分析 大家也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說 當一個先進的國家 或者是世界金融的中心 法治基礎敗壞的時候 經濟怎麼可能發展得起來 第一個對所有的外資來講 他們會擔心啊 我老天啊 我如果把公司設在香港 在那邊籌資 我哪一天到香港去開一個董事會 莫名其妙被引渡到中國去 誰要來救我 你說那些外資的大頭 那些CEO 那些金融控股公司的老闆 他們會不害怕 他們怕得不得了 那第二個他們也擔心啊 他們擔心說 那如果這樣的事情可以發生的話 我們這邊在香港的投資 到時候是不是真的能夠確保 我講這件事情啊 絕對不是在危言聳聽 其實剛剛提到了說香港的經濟 在這一波反送中 有可能會被送到中國去 喪失大家所最重視的 基本人身自由的時候 大家回想一下 在中國發生的狀況 在過去這一年多的時間當中 中國所出現的狀況是什麼 中國所出現的狀況是 地方政府的城投債 非常的高 高到可以讓整個中國地方政府的系統破產 它根本還不出來啊 那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中國他們不管是在金融的體系 還是在上市公司市值大幅的下降 甚至去年9月的時候 我高中一個同學 他們蠻有趣的 他們有一些去中國做生意的人 他們會有一個以前學生時代的network 那在那個建中的line群組裡面 他跟我講說 同學 我們這一輩建中的 現在能夠跑離中國的 能跑的趕快跑 因為那邊的經濟狀況真的不好 包括了債的問題 包括了整個上市公司 整個市值縮水的問題 其實不斷的在中國發生 再加上中美貿易戰 那完全是雪上加霜 所以你從整個體系上面看起來是說 台灣人聲援香港捍衛他們 本來應該有的法治基礎 那希望香港人能夠爭取到 當初他們被承諾的普選的權利 民主的權利 這個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但是在這個同時 我必須要再強調一件事 我們在聲援香港之外 不要忘了台灣目前所面臨的處境 是非常的險峻 那最起碼香港那邊發生的狀況 所導致出來的結果是說 就像姚立敏老師剛剛講的 即使連韓國瑜先生都說 欸沒有我們有主張一國兩制 姑且不論這是真心話還是假 最起碼他感受到那個民意壓力 他都不會支持一國兩制 今天更有趣的發展是說 有一位立法委員審置會 有人指稱他去海峽論壇那邊 談一國兩制 他很憤怒 今天下午好像去地檢署提告了 提告 所以有趣的現象是什麼 在台灣主張一國兩制 已經是成為一個罵人的彰化 一個毀謗性的言論 那要不然老實講 我主張一國兩制 到底對你民意權有什麼侵害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開始 同時在聲援香港的同時 要關注 目前中共政府對於台灣的滲透 對台灣的滲透最嚴重的是什麼 我講的最直接就是媒體 這是今天四大報的頭版頭 兩百萬港人怒吼林鄭下臺 這是自由時報 蘋果兩百萬港人怒吼 聯合報稍微比較溫和一點 但最起碼也是港百萬怒吼 然後特首有道歉 結果有一家報紙叫做中國時報 他的標題是 藍尾要書道歉 就是中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要求蘇貞昌院長道歉 那當然他們道歉有他們的理由 我也會認同 但是這個版頭做出來 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我從2012年開始 跟很多朋友一起做拒絕中時運動 那時候文濤兄也有參加 我們反旺中反媒體壟斷 那個時候 我們希望定反媒體壟斷專法 到現在還沒有完成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也希望 台灣的公民社會有自覺的 拒絕望望中時 不要讓這樣子的媒體 不僅是洗腦 還滲透分化台灣的民主 這件事情到今天 還沒有成功 我們持續努力下去 在立法院該提的法案 我都提了 從廣電三法 國家安全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到反併吞滲透法 在上個會期 我覺得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我通通要提 但是在還沒有完成立法以前 我可不可以拜託一件事 所謂拜託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現在法律沒有辦法禁止你嘛 但是我不買總可以吧 對於在2012年 跟很多朋友一起在拒絕中時 拒絕望中的朋友 我看到這是我們政府標案的金額 我看了心裡很難過 這是中國時報採買的金額 2008年是1489萬 到2018年的時候是1億7259萬 我們為什麼要花納稅人的錢 我們為什麼要花納稅人的錢 去買這一種 在幫中共代言 在滲透分化台灣民族的媒體 所以這裡頭它標到中央跟地方的 只要是政府的標案 對這個只是中國時報 這單純的只是中國時報 有中央政府 有縣市政府 也有到鄉 這個是中國時報 這個是中天電視 整個趨勢啊 所以我說我們2012年的運動 沒有成功 你從這個數字就可以很清楚的 看得出來 更離譜的事情是什麼 更離譜的事情 我就光以中央機關 訂閱報紙的數量 所謂訂閱報紙的數量 是花納稅人的錢 在訂閱 這種報紙 花納稅人的錢 在訂閱這種報紙 旺旺中時 佔比21% 那個跟它在市面上面 流通的數量比起來 那個比例啊 異常高很多 現在發行量最大的 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 每天發行量60萬份 結果我們訂報 最小的叫什麼報紙 自由時報 是這樣子 給旺旺中時集團的報紙的 還叫比例大非常的多 那我就先不要再講 在旺旺集團下面 其他的標案 但是我的重點是什麼 我的重點是說 作為一位公民 我從2012年的信念就是 拒絕旺旺旺中時 這個信念我沒有改變過 這個行動 我也從來沒有停止過 我們做的不夠 我們繼續做下去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這一定要立法管制 那當然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我都歡迎 出來公開辯論 看我丟出來的法案 哪裡違反憲法的言論自由 跟新聞自由 請你看過法案了以後 歡迎公開來辯論 我只希望的是什麼 我只希望的是 如果當我們 都同意這件事情 對台灣民主的捍衛 非常重要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夠加緊腳步 我真的不希望這件事情 成為2020年選舉的政見 沒有必要 不要成為2020年選舉的政見 我們共同努力 讓它成為在2019年 可以被實踐的目標 我覺得這個是人民期待的 這個是社會期待的 也是我們現在掌握有政治權力 對於台灣未來的發展 對於台灣民主的捍衛 所肩負的責任 是我相信國昌的這番話 聽在現在立法院 立法院因為在甲洞 進行幾個攸關 應該是國安法相關法案的王定宇 他應該感受十分的深刻